大家好 我是来自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高中女校 十年期班的 胡怡诺 我是少年说节目的忠实粉丝 每次在看节目的时候 我也会带着我的妈妈一起看 可妈妈总是跟我说 你看 别人家的孩子 多有勇气 妈 这次我自己站上来了 我真棒 咱们的鞋粉家里 从小到大 只要有活动 有比赛 我妈都会让我参加 有时甚至连问都不问我 就直接给我报名 前段时间 我们举行了英语演讲比赛 我妈就跟我说了 她说 听说你们学校 要举行英语演讲比赛 要不你去参加吧 正好让大家都认识 认识你 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想都没想 我就拒绝了她 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趁我不知道的时候 偷偷跟老师联系 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 我知道后呢 就跟老师说 我想取消 老师就给我取消了 可我妈妈知道后 她十分的生气 她跟我说 这么好的活动 你怎么能错过呢 我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你既然跟我生气 我也跟你生气 就这样 我们冷战了 虽然现在的关系十分好 但妈我想跟你说 人总有自己的喜好和厌恶 你能不能多尊重我的意见 多替我想一想呀 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你参加这个节目吗 因为你 你看你长得大 长得大 这个词 你长得大 你缺乏自信 所以妈妈要你参加这个节目 你今天站到这里了 你自己高不高兴 高兴啊 你勇不勇敢 勇敢啊 今天你做到了 可是不一样呢 我这个节目又有一 一半是自己真的想参加 可是你想不想到 别人家的孩子参加 为什么咱们不能参加呢 你缺乏的就是这种勇气 这也是过度的节目自然 对 我太配了 但是 你能不能多听听我的意见呢 我每次都是 比如说有什么活动 我是真的很不想参加 你每次都跟我说 从这个活动中你可以收益什么 对呀 你参加各个节目 你收益很多呀 我说它是活动不是节目 活动也一样啊 上一下吧 上一下吧 这个妈妈太逗了 嘿 哥哥好 哈啰 哈啰 依诺妈妈你好 你好 你想说的是已经说到了 但是不知道妈妈有没有接收到 依诺妈妈 那像她十五岁了 您觉得她有没有自己选择参加 或不参加一个活动的自由 应该是有吧 不过所有的父母好像都是这种心 就是这个想法 没错 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 我也是这种想法 没错 您的出发点肯定是特别好的 希望她比如说真实的在每一项活动当中提升自己 我们担心啥你知道吗 我们担心你把它本来可以燃起的火苗掐灭了 根据她刚才的表现 我觉得她在公众面前表达她肯定不处 那为什么公众面前换成英语表达她就出了 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 她本来是很有可能爱上英语公众演讲 前提是这是她选的 她就很有可能焕发对这一整件事情的兴趣 可她还没决定我喜欢或是不喜欢的时候 您逼了她一下 这个蜡烛啪就给她掐了 胡云诺 听了主持人的讲话 不要哭 不要哭啊 不要哭 你听妈妈说 妈妈以后一定尊重你的想法 因为你在妈眼里是最棒的 好 加油 加油 妈妈已经把尊重排在前面了 教育的本质是点燃火焰 这是苏格拉底说的 不是陈铭老师说的 我希望